在戶外吃著馬鈴披薩窯 由志工叔叔們現做 現烤出來好吃的素食披薩 馬鈴國小六年級小朋友們笑開懷 覺得這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好吃喔 好的一個生態的一個園區 你們自己覺得好不好 好 為什麼好 就是可以在這邊玩 可以在這邊玩 新冠肺炎疫情雖然嚴峻 由福治文教基金會公辦名營的 七堵區馬鈴國小 仍然在高張的疫情壓力下 全校師生歡度迎接102歲校慶的到來 特別是擁有馬鈴披薩窯 菜園生態池以及貢榮市郵具的生態園 也同時落成啟用 讓全校師生都非常開心 更特別感謝在經費上 全力支援大約200萬元 完成馬鈴國小生態園的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 小朋友在我們的馬鈴國小的校內 是沒有遊樂園的 那這是遊樂園還有生態園 其實是小朋友很期盼 那所以呢 我們就創造了這個空間 那就謝謝我們的議員 這兩三年來 然後呢 包括我們的樓梯 包括我們整個步道 然後還有前一陣子 我們這個披薩窯 颱風的時候 整個都吹走了 那就謝謝議員 關心馬鈴的孩子 關心我們的學子 就是重建了我們的馬鈴生態窯 然後還有整個的步道 讓這裡變成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休閒環境 層如校長所長的 尤其教育的工作 是十年數目百年數年的 神聖使命 為了讓我們馬鈴國小孩子 學習的子弟們 有一個宜怪快樂的學習空間 這個當我身為民意的 民意代表應該一不容辭的 那另外其他的 這個轄棋裡面有學校 或是其他有學校的 需要我協助的地方 只要我能力所及 一定一不容辭的 請你來支持 佔地大約500坪的生態園 位在馬鈴國小旁邊 兩年來經過校方 全力要地整地規劃 以及張耿惠議員 經費益助下 終於完成啟用 讓馬鈴國小師生 可以利用大自然環境 作為戶外學習教室 遇教娛樂 快樂學習成長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